好,歡迎回到你,今天就是1月9號 9號的香港沒有格子 今天是否相對叫做早一點呢 因為實際太多話要說 原本網絡的是非當然很多 但是我們不是說不說 但我覺得這個沒有那麼重要 我們要有重要性 有公共性的事先說 對,最近很流行這個殯儀之聲 這兩天很流行這個殯儀之聲 我先說這個殯儀之聲 好了,今天就是林超榮徹林 超人徹林 這個就是屈榮妍 你看到今天的殯儀之聲 竟然是梁振英 後面還有誰呢 這個何志光 不是,不是 何偉光 馮偉光 都差不多 有很多款 你真的沒有何志光 不是啊 何志光 多人看一些 有馮偉光 有梁振英 也有邱禮圖 馬俊衛 還有陳茂波 看到相片就是這些 但是呢 沒有梁振英 其實也有送花牌 還有李家超 沒有梁振英 不算是 這個 不算是 這個 殯儀之聲 反而如果 人來了就叫殯儀之聲 如果這樣去理解的話 有李家超 陳國基的人送花牌 還有蕭澤儀 譚惠珠 何君堯 梁美芬 邱禮圖 補充 先補充 根據讀媒的報導 林昭榮 是昨天撤零的 昨天嗎 這些是昨天的 是啊 即是昨天的殯儀之聲 一月八號 是啊 OK 哇 原來都聲光響響 但是呢 今天誰跟他去支持呢 黎文卓就幫他支持的 回顧他這一身人 就說 阿超人 就很勤力 很包容 又說他 就是 叫做 紅黃藍白黑 都可以做到很多 都可以做到朋友 一樣可以相處得非常好 喏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其實你一去到 你切零那一天 你就見到 是不是真的紅黃藍白黑 都齊齊了 你見到你那些都是藍的 你說中性的 你也可以叫做 在演藝界裡面 或者是電影界裡面的 優禮圖那些 我真的見不到什麼黃 對不對 靈活變通不計較 他的離世是香港流行文化的損失 這就是黎文卓作為好朋友 對他的評價 其實也有提及 原來有過千人去悼念他 都不少人 如果這樣算的話 林超人 其實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行山就突然聞到 才發現有血癌 我記得好像是 誰啊 屈永賢提過 這件事 他是不是提過 大概是不久之前 行山的時候 暈倒 如果是不久之前 你又幻想血癌的話 其實你一 你一 你一見到 你是行山的時候 你才去找出原因 如果是今年內的事 一定是太遲了 對不對 那血癌是什麼意思 白血球過多 是啊 今時今日來講 有一個特別的時代意義 我們所說 白血球過多 這個其實真的很幽默 你今時香港 今時今日就是白血球過多 我們就是經常說 就是這個所謂國安過多 哪裡都有國安 國安不是說 只是在警察裏面有國安 你見到是 教育局裏面有國安 司法部裏面有國安 律政署裏面有國安 根本上香港今時今日 就是任何部門 都遍佈有國安的善眼存在 當你白血球過多的時候 就變成倒米 對嗎 嗯 就是我覺得 你說林超榮 他這個原因 而去離世的話 那就優了香港一物 也是香港最佳的寫照 我覺得是 Yi Chen就說 黎文卓是他師父 嗯 就是以我所 你說林超榮這個名字 如果你搜尋林超榮 張國榮的話 1994年 陳家相拍了一套電影 叫感受前程 張國榮飾演林超榮 至於梁家輝飾演一個叫遠世生 但按道理就是 那這個殯儀之聲 就是林超榮設林的殯儀之聲 究竟有沒有遠世生 有沒有陳家相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反而看到高智森 這些人 就是優禮圖 優禮圖我覺得 最mild 是 優禮圖是 可以叫做最中性 他什麼都拍 但是優禮圖很有趣的 他專拍一些社會電影 你看到人肉叉燒包 他又拍 但是他商業電影又OK 嗯 他拍警匪片是有一首的 他也是 我忘了 就是以前 他TVB轉過來的商業電影 就是以電視劇來做 就是BASS那些 然後轉過去電影 他很多都有拍的 其實 那都算是成功的 多產的優禮圖 是吧 就是那些什麼天水圍系列 是不是他有份拍的 是吧 那個不是許安華嗎 不是 許安華就是什麼日與夜 夜與霧是他拍的 是吧 好像是有的 總之我記得他好像天水圍 我記得他最 邱麗圖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溝片三大系列的 人肉叉燒包 的士判官 伊波拉病毒 是 是 那你說 陰陽路系列 全部都是 阿 優禮圖拍的 是 就是拍溝片 是 商業化得很成功 嗯 而問終極一戰 如果你說 就是是不是真是 紅黃藍白黑來計 那真是你說黃就做不到 甚至乎今時今日的香港 都沒有人敢認黃 是吧 你看到什麼馬俊衛那些 拆鞋仔 撲出來 就自在告訴大家 是呀 我不做港台了 我轉去商台了 耶 你看看 新城 不好意思 你看看這幫人 這幫殯儀之聲 全部都是 就是 藍絲來的 全部都是 是 是不是鄧交錶 908 是 這個是鄧交錶 像而已 像鄧交錶 像是交錶 是 那你看到 那些人都哭得很厲害 哭得很淒涼 這個我維持原判 是 即是說 畫面要轉一轉 是嗎 OK 即是 剛才說 哪個像鄧交錶 這個 這個 這個像鄧交錶 是啊 那 就是 你看看 這些 這個好像是不是鄧一鵝 來的 好像有點像 不是鄧一鵝 如果還是鄧一鵝 的話很老了 鄧一鵝應該是鄧 很老了 那就播回他生前的片 這樣 那你們看一下 那些 花牌 都算是 有面子 但是全部都是高官 全部都是藍絲 你看到他女兒哭得很淒涼 這個我維持原判 我就說 他一定是一個好老爸 二十四孝老爸 來的 那 就是和他親人 那些 一定是感到很傷痛 是吧 嗯 那我原本說他的事 我都說了 免得 都不會在這個時候 再踩多一腳 那據聞 當日 張國榮飾演的林超榮 都真正正正正就是那個 林超榮 是吧 嗯 那麼 李家超今天不在 因為怎樣 他很忙 但是就算他忙 他也可以用AI 新成李家超 去做這個 笨兒之星 現在不是流行蝶色嗎 哈哈 這個AI新成李家超 現在那些 好像港人港地 就說他模仿他得很像 因為我發覺那些藍絲 就很容易被那些 就是高科技騙案 就是 騙到的 譬如 是不是有一年 王國興 是吧 好像不知道 看什麼 MMA 看李小龍MMA 很精彩 他以為李小龍 是會打MMA 李小龍那個年代 還沒有MMA 那個是鐵拳來的 那個是打機片來的 那些藍絲又很容易中招 又例如 就是好像 不知道誰 看什麼英超 不知道看哪一場球 其實又是FIFA 那些 又可以騙到這些人 今時今的FIFA 仿真度真的很高 是很高的 很高的 那現在呢 港人港地 就說 哇很厲害 他又見到 李家超 新成李家超 AI新成的李家超 就叫人家 給一些投資貼士 他就說 如果你投資 好像拿兩千元出來 如果投資兩千元的話 就可以拿到九萬元回報 還可以免稅 而行政長官本人 就賺了87萬 即是說真的 你不要理他 這些東西 是不是真的也好 你不要說他仿真度 多高也好 你看到不合理 你今時今日 為何你說這些東西 只要是藍絲中招 因為我們 就算我看到畫面 反諷真度好 我們也有常識 是吧 即使你說 你今時香港 你怎樣爛都好 李家超未至於 賤到自己 走去跟你 就給投資貼士 就算他下去廟街夜繽紛 他都不會指明給你聽 就是哪一檔魚蛋好吃的 哪一檔牛雜好吃的 是吧 沒有常識的 他們見到他 即即清奇 覺得很厲害 然後就說 這些港人港定地 就好像發現新大陸 其實之前 就不止李家超 梁振英都試過 但是梁振英的二次元多些 他都是那些廣告 即是賣廣告 即是說 梁振英 什麼投資貼士 或者陳茂波 這些 是吧 郭富城 我今晚失去這一切 那些 那些 很多的 那些 現在這個李家超 就有新成版本 就叫你 投資 不知道什麼科技 是吧 投資 這些 就是什麼 新科技 因為其實 我覺得現在這一壇 我懷疑是不是 就是為了之後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 就是說 搞這個 投資移民 嗯 投資移民 就逼人家 用六百萬 好像不知道三百萬 還是六百萬 去投資創貨 是啊 就是你不可以 好像不可以 只是去買 買房地產 然後 兩千萬移民 三千萬移民 然後 叫你 用六百萬去投資 三百萬去投資 創貨 這樣 既然不叫你 投資創貨 然後又見到 李家超 他跟你說 哇 這麼笨 你投資兩千元 有九萬元 每個月 這麼假 你信不信 那麼 如果你騙那些高財通 或者騙那些 投資移民 他可能會相信 但是投資移民 不會這麼忘舊 這麼多錢 拿過來 怎麼會相信你 這些什麼 但是現在呢 就見到這樣 今天政府的發言人 就告解市民 就說 不要相信偽造行政長官 參與投資計劃 全部是獵造的 偽造全心詐騙的 已經交由警方處理 這件事 這件事 真是蠻好笑的 就是這樣說 以往這些事情 最多就找蕭澤儀 走出來說兩句 我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 一牽涉到 李家超自己本人 然後 大家在大做文章 說什麼 那些AI 李家超 那些什麼 AI 幾年前 那些警訊 都已經講過 還要是英文 英文 真是 打算是 騙鬼佬 鬼佬沒這麼傻 鬼佬 不相信 李家超 可以說得這麼流利 英文 首先一個問題 對 對 他真的不知道 反而 他說